整对iPhone X2以上机型 更换电池会提示无法验证此电池是正品这个问题 很多同行反应一直充电小板的时候很难上吸 其实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把保护管的接触面夹上吸 然后烙提温度调到350度就可以直接焊接了 就是拆电池小板的时候记得不要过度折叠 不然会导致后期更换完毕显示电量不准 或者是无法用仪器清零修改数据 最后就是一直电池小板的时候 需要用贴纸做好绝缘保护 一来是可以美观 二来就是可以更加安全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记得点击头像关注我们